诸位大臣 我父皇好端端地坐在这大殿之上 丞相却说父皇病重 这忤逆之行该如何定罪啊 丞相 朕无恙 让你失望了吧 陛下身体是否康健 早有太医给出诊断 丞相 这宫里的太医早就是你的人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 给我父皇下这么长时间的肚 你 父皇 子律说得没错 要不是薛道安发现他早 孤大臣 早就随他喜悦 变成了一个真傻子 皇帝陛下 恐怕是又犯病了 来人哪 送皇帝陛下回世前殿休养 说快走 rom帝陛下回世前殿 Welcome到 下身后 小上诊 这不算是什么 厉害? 你并然胡埕来说 你一起劲锅 是小澤东的 王民有臣 而且复称佛帝没有干准 来了 正好啊 王蔺大逆不道 数次毒害皇帝 皇后毒杀谢贵妃 罪不可恕 将 皇室同促 一同拿下 我看谁敢 想不到啊 丞相 事到如今 依然余威犹在 我真是敬佩 敬佩啊 二皇子殿下 你真的以为今日殿上 这么点人马可以让你一手遮天吗 整个皇城都已被经济各营大军团团包围 就算你今日拿下我与皇后 你也差池难逃 成相大人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五位将军何在 在 才有 最后才是 喜者 严重 包括 你想 舅舅 他们竟然杀了王许 母后 母后 启禀陛下 二皇子殿下 王许谋逆现已备出 我等封殿下之令 接管城中继军 京城守军 退下 是 把丞相大人 皇后殿下 还有这个农包太子 给我打入天牢 其余 启离 攀附王家之恩 我们这天牢里面装不下 就把他们都关在这太极殿上 启禁下 启禁下 启禁下